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10日星期天 就在上海大乱 越来越乱的情况下 全国各地都因为大瘟疫过度的防御措施 动态清零 极端清零而受苦 就在这个时候作为最高领导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居然语出惊人 说中国的防疫抗议可以得到世界金牌 他在什么场合说这个话 是4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所谓冬奥会 产业会的表彰大会 在这个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有一个讲话 他讲话的全文到第11段的时候 他引用所谓外国运动员的金口说了一番话 他说有的外国运动员说 如果应对疫情也有金牌的话 中国应得一枚 就是中国应该得金牌 金牌什么意思 第一 就是世界第一 防疫抗疫世界第一 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舆论大话 说习近平来拿全国人民开玩笑吗 有人会说 可能说 这个建构没底线的 没建过这么没底线的 有的网民说得更难听 建构无耻的 没建构这么无耻的 我倒不想说那么难听 我只是想起 马上想起了敬惠帝司马聪 就是有名的西晋皇帝 当老百姓都没吃的了 说没粮了 都在啃草根 由大臣向他报告 天下就是饥饿 啃草根为食 没有粮 这个敬惠帝居然说没粮吃 为什么何不食肉蜜 为什么不吃肉 但实际上大臣哭笑不得 可见皇帝的无资 或者是昏君 身居后宫 后来皇帝是导致了八王之乱 习近的天下实际上是葬送在他手上 天下已经那个困难了 连粮都没有吃 他说何不吃肉 回想到今天的习近平 上海人民是这么的苦难 深重苦难 长春也好 是西安也好 武汉也好 多少个城市经历的苦难 习近平居然说中国的防疫抗疫要的世界金牌 他这个话可以跟当年习近的皇帝司马聪有得一拼 其昏君的程度有得一拼 另外我也想到一个成语 这个成语叫投鼠忌气 意思是说你打老鼠不要把家具给打坏了 投鼠忌气 有时候里面老鼠跑掉了就算了 但是现在习近平是把这个成语倒过来用 投鼠不忌气 就是为了对抗瘟疫 看不见的瘟疫 肉眼看不见的瘟疫 居然不惜砸烂一切 甚至把整个大上海都砸烂 上海是中国最繁华 最富裕 最发达的城市 整个被砸烂了 是投鼠不忌气 等于你把老鼠灭了 但是你把家具却砸毁了 这叫做灭鼠运动可以得金牌吗 况且这个鼠还不一定灭得了 大瘟疫更是看不见的一种病毒 你能灭得了吗 这个变种 此起彼伏 自从武汉这个怪兽出笼之后 在全世界范围里就不断的变种 可以说防不胜防 而习近平采取投鼠不忌气的方式 恨不得砸烂香港 又砸烂上海 砸烂长春 而已经先后的砸烂了武汉和西安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防疫抗疫居然说可以得金牌 这句话的确是震动天下 可以说舆论哗然 而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上海继续的灾难深重 极端的封城 封到了什么程度 就是上海对外的出口都被封了 对外的一般的交通出口 高速公路 高架桥 全被封 封到了 当局为了怕上海人出逃 还采取了措施 一个极端措施就是拿所谓生命贪彻仪 贪所有的这些货车卡车 因为货车卡车要运货 看了一位有没有常人 似乎上海人就跟要偷渡 冲过墨西哥偷渡进入美国的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 要藏身货车货柜 拿生命贪彻仪来贪彻 这些消息和镜头和视频曝光之后 人民是非常的愤怒 说太夸张了吧 这是在干什么 难道把上海人民带放间谍一点防吗 像偷渡客远的防吗 居然拿生命贪彻已经都拿出来了 中国是不是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了 所有的进步 所有的先进科技都是来对付人民的 另外 由于道路要塞被阻 在中国有一个说法 说3000万货车司机负责了中国76%的货运 现在中国的货运严重的不差 物流中断 因为不仅是上海在封路 江苏 浙江 山东 安徽 以至上到东北 都在封路 封路的结果是卡车 中国东部这一带卡车 交通大塞车 卡车堵车 交通不能通 各地分别发出通告 浙江省 江苏省等省 不停的到处都是告示 什么杭州的 绍兴的 台州的告示 到处贴着什么交通 某某高速公路 封路 某某收费站 封路 封停 都是为了防疫 抗疫 结果导致全国物流大阻塞 这个阻塞的结果是什么 本来现在是春节 是春耕季节 养活鱼 水产物也是一个最旺盛的季节 但是不管是农民 还是渔民 还是牧民 得不到种子 或者得不到活苗 完全无法进行生产 生活也难以为继 物价飞涨 相关的物价飞涨 现在对商家都说生意很难做 现在已经不是物价飞涨的问题 已经不是卡车司机工资富不富得起的问题 而是你根本找不到卡车司机 找不到货车 因为巧夫难为 无语之吹 他们自己都可以说是无能为力 全国的货运大塞车 在被封锁的上海内部 上海的民众已经被封锁起来 已经非常难过了 但是突然就有人上门通知他们走人 像有一对夫妇正在家里 突然对方来了防疫人员 实际上都是公安无警 说疾控中心 你们两个都是阳性 走人 结果丈夫还要理论 对方不叫理论 妻子等他们说完 听着你们先通知我们 说孩子是阳性 我们两人是阴性 后来又来一个通知 说我们三人都是阴性 现在你们又来一次通知 说我们两口子是阳性 究竟是什么意思 怎么个说法 对方不讲理 什么都不听 说我只问你跟不跟我们走 我不跟你讲什么道理 或者是什么消息 或者是正不正确 只问你走还是不走 我们来的任务就是执行任务 二话不说 要把居民带走 这些居民被带到公共企业上的时候 据说要分到哪里去 方舱 或者是隔离点 结果很多的居民发现被公共企业拉着 公共企业上时 提了很多的封条 把他们封在里面 好像他们是麻风病人 把他们拉到三个方舱 有一些居民被拉到了 先后三个方舱 结果被拒收 所以方舱仍满为患 拒收 最后他们只能在公共企业上过夜 到了晚上 温度很低 又冷又饿 无处可投 既不能回家 也不能去方舱医院 最后这些上海的居民是拍窗呼救 拍窗说 我们不想被火买 为什么 因为说我们下一站究竟是哪里 既不是家 也不是方舱 那么下一站是火葬场 因为在武汉大瘟疫期间被封城 就串出 应收就收 应烧就烧 有了任还没有断气 就被运到了火葬场 并不是说上海会发生有火人被拉到火葬场的情况 但是上海居民显然产生了恐慌感 拍窗呼救 说不愿意被火买 不仅如此 上海的居民现在为了物资的短期 为了不能吃上饭 又发生了相当于暴动 这次发生的是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这个地方 因为是为了分发物资 或者是为了抢到物资 或者为了得到物资 人们暴动了抗议 示威 结果有警察 名枪 还有警察把带头人抓走 带头人说 我都没有吃的了 我没饭吃 你能把我怎么样 就是你把我抓走 抓到看守所恐怕还有吃的 有外面的人打电话去询问是否开了枪 有记者 有民众打电话 结果当地的公安既不说开了枪 既不承认也不肯定有没有开枪 只是说 我只告诉你 不信咬不传咬 试问这些公安是在传咬吗 是自责谣言吗 他们究竟有没有开枪 不说话 其实这次上海第二次传出枪声 前几天就在大规模的军人进城前 几万 十几万的军人进城前就发射了枪声 当时有外地人抢物资 因为物资来了 好不容易分到物资 上海本地人可以分到 外地人分不到 外地人就开车抢物资 就发生了公安 或者是武警 特警开枪的情况 枪声大作 不止打一起 这一回是上海第二次想起了枪声 逐渐情况的严重和紧张 上海不仅是抢物资的问题 而且上海现在统计是非常的荒谬 荒诞 官方公布总共在封城以来有13万的病例 但是重症只有一个 死亡一个都没有 但是由于极端的清零 极端的防疫措施 导致的重症和导致的死亡几百起不起 所以这真正是投鼠不计气 可以说是本末导致 另外上海不仅是居民顶不住了 被封锁 拍窗呼救 而且现在的防疫抗疫人员也顶不住了 一线的防疫抗疫就叫居委会 中共有一个特殊的街道居委会 里面还有党支部 这些居委会是处于一线 他们是专门复制给小区 一个是搞核酸检测 再一个就是给小区分发物资 结果他们两头受气 一头是上面的高压 要他们封死 把居民看住 不得离开 而且要大量的动员核酸检测 哪怕扮演三根 另一头他们面临居民的抗疫 居民拿他们出气 说他们没有分物资 或者说是贪污物资 然后说核酸检测 劳命伤财 结果现在导致上海各地居委会的大辞职 前线辞职潮 居委会主任辞职 居委会副主任辞职 居委会的成员都辞职 辞职的理由很多 其中一个理由 有很多公开信发表 辞职信发表 一个理由就是说 顶不住了 说我们这些居委会的人员24天没有回家了 我们也有家死 第二个是说 我们自己也被感染阳性了 因为本来有些小区全都是阴性 结果我也要叫人家做核酸检测 一周做了7次核酸检测 结果由于核酸检测大量的群聚 反而导致了感染 结果这些小区变成了全体阳性 连居委会的人都阳性了 最后不干了 没阳性 制造出阳性 还有呢 有的居委会说 我们管8000多户 身心俱疲 实在干不下去了 还有人说 我们两头受气 我管7000多人 但是居民都问我 什么时候解封 关到什么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能回答 所以我们的自信权非常少 上级不给我们任何回答 所谓的上级 层层的上级一直到北京 只告诉我们安抚居民情绪 安抚社工情绪 其他我们都不知情 但是居民却要知道基本的情况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上居民去交代 所以由于两头受气 这些居委会居的居民的确受不了了 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不是共青团员 这个时候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上海一线纷纷卷起了 辞职潮 不干了 就是拉倒不干 躺平了 这就是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情况还在发展 上海大乱 而且越来越乱 现在广州又陷入了恐慌 广州突然从4月11日开始 当局宣布 说是要在未来七天中小学停课 幼儿园也停课 说大学大中院校有集体宿舍 立即实行校园管控 不准进出 然后有些高中史技术学校也是一样的管控 结果广州陷入恐慌 恐慌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当局说有10起的确诊病例 有数十起的 或者是上百起的 所谓无症状感染 就因为这个全是摆出封城的样子 所以广州人一下恐慌了 一下广州就开始出粮 出米 出水 习取上海的教训 习取西安的教训 也习取深圳的教训 是不是饥饿之城要降临广州了 广州要变成另一个饥饿之城 紧张了 广州可以说是中国大城市之一 北上广 广州可以说是排到北京上海之后的南大门大城市 如果广州再陷入上海市的恐慌 那就不得了了 这是中国的情况 再说一下国际上 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战争一方面 俄罗斯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看上去是孤足一职 他采取了几个措施 一个措施就是向乌克兰征兵把后备役投上去 说动员了13万的后备役军人 哪怕是年纪偏大的都投进去了 似乎要最后一搏 要孤足一职 说明兵力不够 损失惨重 另一方面突然撤换了在乌克兰前线作战的总指挥 启用南部战线的一个上将来出任总指挥 这个上将在国际上考察 发现他在俄罗斯干涉叙利亚 进入叙利亚的时候 是那里的总指挥 就以屠夫著称 屠杀 而且专门的是不顾平民的死伤 袭击平民 曾经用这些瓦砾战术打叙利亚的平民 这一次把他用为总司令 大家担心乌克兰的平民 可能再次受到血洗 但是国际上也认为 俄罗斯败剧已定 你就是再换总指挥 不管换上什么人 这场战争 俄罗斯的败剧已定 另外 普京把他的情报首长 说是联邦安全局的第五处的处长 叫情报首长 关到了著名的政治犯监狱 说这个是以拷打出名的政治犯监狱 叫什么列弗欧 这个中心 所以责怪他 当时给了他错误的情报 因为这个情报首长亲自去了乌克兰 回来向他报告 说俄罗斯可以入侵乌克兰 说乌克兰人民等着俄罗斯入侵 会欢迎他们光临 说俄罗斯不会受到抵抗母军 而乌克兰军人会放下武器 结果情况恰好相反 乌克兰军队抵抗 乌克兰人民也抵抗 军民同心抵抗 使俄军遭受惨败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普京恼羞成怒 揭露于这个情报首长 现在把他关进了著名的拷打监狱 拷打政治犯著名的监狱 就是这个监狱在斯大林时代以大清洗著名 把政治犯投放在这里 一般都说是走上了皇权 处决之路 再后来到了普京时代 就把他用于又对付政治犯的监狱 把这个情报首长投入到这里 就把他当成了一个重犯或者重要的政治犯对待 可见普京心头的恼火 另一方面 乌克兰方面 在过去的周末在首都基辅迎来了两个外国政要的来访 一个是奥地利总理 一个是英国首相约翰逊 显示了首都基辅正在回归正常 而乌克兰的外交也回归正常 外国的政要 正常的来访 得到保障 择那时机陪同了英国首相约翰逊 在市区里视察 也跟约翰逊和奥地利总理举行了共同的记者会 在这个记者会上 约翰逊和奥地利总理都称赞乌克兰总统 乌克兰居民的应用抵抗 而且约翰逊说 普京从此蒙上了永远洗不脱的污名 另外同时宣布在他此行 要英国增加1亿英镑对乌克兰的援助 其中包括800组反坦克的标枪NLAW 这次可以说是大显神威 另外还要增加英国著名的星光导弹 就是高速快速导弹 三截头的导弹 三弹头分级 这也是对俄罗斯的战机 坦克的过程巨大的杀伤 这回英国可以说在世界上起到了领袖的作用 就跟在二战时候一样 二战时候 英国领导了二战 丘吉尔领导了二战 美国随后加入 这一回脱离了欧洲的英国 说明了脱欧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脱欧之后英国能够独立决断 果断决策 支持乌克兰 所以这是约翰逊 仿如当年的丘吉尔 现在的英国也仿如二战时候的英国 当然也有人说 乌克兰总统哲伦斯基是当代丘吉尔 也是当之无愧 所以英国这次发挥了龙头作用 在历史上不仅没有掉链子 而且继续领导世界 英国虽小 但是英国的精神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鼓舞世界 另外 美国这边参议院通过了诸介法案 众议院也会通过对乌克兰援助 所以诸介法案是二战中用过 对付纳粹德国 也就是说援助抗击纳粹德国的国家要快速援助 叫做诸介法案 就要不要通过反锁的手续 直接的由总统和政府的拨款 或者是军需拨过去 当年援助过英国 援助过苏联 援助过很多国家来抗击纳粹德国 现在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诸介法案 援助乌克兰 就说明了 现在美国已经把俄罗斯当成了纳粹德国的对待 已经把乌克兰当成了抗击纳粹德国的前缘阵地 整个就是一个世界联盟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讲了一句话 说现在我们各国提供给乌克兰的反坦克导弹 相当于每一辆俄罗斯的坦克要享受10枚导弹的反击 这绝不是夸张 因为美国 英国 德国 瑞典很多国家都在转移 这个反坦克的武器给乌克兰 而俄罗斯以坦克著称 那么俄罗斯能生产多少坦克 你一个坦克就面对10枚导弹的围攻 总有没有导弹把你炸毁 而且绰绰有余 而经济制裁以来 俄罗斯的最大的军火厂家生产导弹厂就炫于停摆 所以俄罗斯有可能想尽办法要加强坦克的生产 因为这是个坦克大国 以坦克著称 号称自己有什么T-72 T-90重型坦克 世界第一 但是现在面临着反坦克的标枪 美国的英国可以说 来一辆 击毁一辆 这就是西方给你准备的弹药 所以乌克兰的局势继续严重 双方的决战将摆在东部 顿尼茨地去 就是两个自治州 俄罗斯所集结的重兵之后 继续对乌克兰的目标发动攻击 而乌克兰继续的反击 以有效的武器 有效的人力组合反击 在罗马的天主教会教宗方纪狗今天又发话了 他呼吁听战 回到和平 停止战争 他说把国旗插在瓦礼上算什么胜利 他没有点国家的名字 显然指的俄罗斯 你把人家的国家打成一片交土 一片瓦礼 然后插上你的国旗 俄罗斯的国旗 你算胜利吗 这样的胜利有价值吗 所以他做出这个劝告 可以说道理既简单又深刻 就看普京听不听得进去 他要打 乌克兰奉陪 世界也跟着他奉陪 这就是目前的乌克兰的局势 节目结束先 说到习近平的动态清零 极度清零 还宣称自己的防疫抗疫可以得金牌 就是中国的网民最近引用的一句话非常的突出 就是美国的开国总统先贤 华盛顿的一句名言 他对人类来说 最大的灾难并不是天灾 也不是人类的无知 他最大的灾难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利 最大的灾难这回在中国就体现了 在俄罗斯也体现了 一旦权利不受制约 俄罗斯总统 独裁者普京可以任意的发动战争 毁灭乌克兰 也毁灭他自己的国家 在中国 在北京 一旦权利不受制约 不受监督 一个人可以用一个极端的方式 投鼠不计气的方式 砸难国家 砸难中国最发达 最繁荣 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举砸难 然后宣布自己在防疫抗疫获得金牌 而瘟疫还是一场眼睛看不见的病毒 仿佛说得好听一点 像唐吉克的跟风车作战 那只是一种精神 站在现实中 用砸难家居来对付老鼠 砸难城市来对付瘟疫 让千百万人民受害来对付某种病毒 某种瘟疫 这种方式 中国网民的说法正是绝了 让人叫绝 所以这个时候 华盛顿的名言再次提醒中国人民 民主与宪政的重要 把权力关进笼子 某人说过这个话 要把权力监督 制衡制约 否则的话 要记住这个话 华盛顿的名言 人类最大的灾难并不是天灾或者人类的无知 最大的灾难就是不受监督的权力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